嘉義就稱侏羅是台灣早期發展的城市之一 許多老舊平房與木造房屋已留存至今 但相關的房屋補強並未落實 造成民眾居住安全的疑慮 嘉義市早期雖是有系統的都市發展規劃 但車輛的增加導致街道越險擁擠 推放的雜物與停放的汽機車 讓火災與地震發生時 警銷單位更難以救災 我們相關局負責的一個部分 就是人民救助的專業 市區道路它的設計 還有建築物它不同年代不同年份 它的法規的規定 其實都一直在演進 我們除了盡可能的說 定期的去跟這些機關 除了私人場域之外 盡量去跟他們拿這些資料之外 那麼很多時候是需要我們到現場去做 就是看現場的一個狀況的應變 政府極力推廣房屋建檢 卻因為房屋改建需要枕棟同意 與建檢後房屋價格流失 導致大多數的民眾都不願意使用 這是鼓勵性質的啊 很多民眾他不願意提出申請 他覺得會影響房價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啊 我們當然願意啦 不過我們你看我們背後 這個是屬於聯動的集合性的住宅 那集合性的住宅 其實你檢驗出我們這一棟怎麼樣的話 其實別棟我們的隔壁是怎麼樣的 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能夠的話 應該是整批 整批由我們這個社區 或是里長辦公室 如果能夠的話 應該是整批來做建檢這樣子 因房屋建檢需要民眾主動申請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增加誘因 也強調生命無價 呼籲民眾重視自身的居住安全 中正一報 許厚詞 文偉宣 嘉義士報導